挺柯P阿伯台中之友会粉专 简洁上强调 自己是自带良草的义勇军 但传出柯文哲爆出假账风波后 粉专已经卖掉了 小草们都非常失望 而且要跳船了 这个粉丝团并不是外界说的是 行销公司买人头的粉丝团 那我在脸书上其实有口 这些粉丝团都是 粉丝们一个一个去找来 所以他的粉丝的纯度是很高的 经验五年 有三万人追踪的粉专 但连同抖音账号 柯粉用三万六千元卖给团购主 不止柯粉跑了 连冠年还爆料 连民众党的市民代表也要跳船了 他出示了LINE对话截图 一名积极想要选议员的游戏名代说 阿伯出事就要落跑 议员政党靠着特定人士的光环 成长茁壮 但也会因其坠落 而让整个党消失在历史洪流当中 曾经两度审准预言 台湾选举结果的日本学者 小丽元欣幸也直言 柯文哲和民众党的形象已遭受重创 小丽元认为 民众党在立法院选择和国民党合作 对抗民进党政府 未能展现第三势力的存在感 选举半年后的7月 除了柯文哲御驾亲征 县市长选举的奇招之外 民众党已难以重振声势 加上这次的金钱丑闻 民众党所扮演的挑战 两大党体制关键角色恐怕已经落幕 小丽元心性铁口直断 台湾政治应会重回传统的 蓝绿对决格局 今天柯文哲这个政治现金案 我们一定要让2028变成两组 而不是三组 柯文哲是该离开台北市 以及全国政坛的时候了 不会 这一点我就很有资讯的跟他讲 蓝绿对决 如果让两党政府要长久 来拍个先决条件 就是说这两股政治势力 在不同的年龄层 它分布要接近 今天台湾在这个45岁 这条分界线上跟下 它那种蓝绿白的分布完全不一样 所以台湾已经没有办法 再形成两党政治 只是从北市三大案 到甲仗一云 争议一桩接一桩 还有多少小草 对柯文哲深信不疑 恐怕不是柯文哲自己说了算 美式新闻中博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订阅 民事新闻网